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後來你就認識現在 先認這個人 後來就離了嘛 離了之後我有一段也是空妝嘛 也沒有什麼空檔啊 沒有什麼女朋友 我那段時間就常去 已經倒了 江山都已經倒了 那個時候已經可能關了 到現在天天做愛愛的事情 那麼強喔 還可以 真的不一樣 你不要騙耶 什麼不一樣... 那是水晶 水晶要做的東西 你沒有做也覺得怪怪 好 你說水晶要做 你們兩個年輕人 現在也有可能天天做愛愛的事情 我們剛剛才在聊 已經沒有在天天了 我們剛剛才在聊就是說 我們如果現在有女朋友的話 比方說今天很刺激 她穿得很性感的內衣 我們很瘋狂的坐在一個晚上 我可能就要休息個兩三天 休息個兩三天 先休閉一下 她天天耶 她說到現在天天耶 奇怪 你們一定要不同的女孩子 但是才可以天天嗎 沒有啊 不是喔 人家說不一樣 這麼豬肉你們就有辦法了 沒有啊 不會啊 會不會 長青大哥你的天天是 每天五分鐘這樣子就沒了 還是每天都是一二三的謝謝 每天五分鐘也很厲害啊 每天一二謝謝啦 來喔 每天五分鐘也很厲害啊 對啊 最起碼 因為每天在做會... 會怎麼樣 習慣性 而且時間會長一點 對啊... 是啊 因為... 每天做嘛 沒有那麼刺激嘛 可是每一天都有... 貨 對 有啊 都有 有沒有那麼多貨 會啦 大家這麼熟 不要這樣 不要講 不要騙我們 不用敬這種場面耶 你才說一天 觀眾都在看 就沒有貨了 我以我的感覺啦 我不是 因為基本上 新婚大哥 現在絕對做不到天天這件事 新婚大哥都可以賣三叔 好 不可能賣三叔 你要做給他看嗎 對 我做給你看 你說要做多少 現在不做 現在也可以啊 你會叫什麼 我看 我自己的感覺就對了 那是你 你本身不能用我 所以不可能啊 不能用你來看我 真的 我也覺得有可能 人家說 像男人這種東西是有扣打的 可能因為新大哥 以前古時候的人講嘛 譬如說像黃帝 他每天每天那個跟種族一樣 他大概四十幾歲都在見白白 不容易啊 因為你已經把所有的扣打用完了 所有的扣打都用完了 所以有一句話你知道嗎 二妹妹 三妹妹 四十五二六十 那是二雞雞 三妹妹 四十五三六十雞 對不對 因為你二雞雞嘛 你每一個時程都可以啊 就是你每一個 每一個時程 20歲以後 30歲以前都是有辦法 天天 你如果30歲以後就媚媚嘛 每一個都有辦法 數錢 就是說四十歲 一個月才有辦法到千次而已 兩五三 就是說五十歲醫生 到六十歲之前 才有一個月三次 十天一次而已 那六十歲 六十到七十歲 六十歲 六十歲就只有找二十人而已 一個月兩次而已 不好意思 我如果有六十歲是怎樣 因為沒有啊 這看 這只看而已 阿伯說 自己可以看而已 夠了 這怎麼新鮮 所以你比較聰明 怎麼樣 他跟他老婆差三十歲 三十一 三十一 所以你看看他以他的... 以他老婆來講 他所擁有的老公 那個零件已經... 魔力骨要五次以上 快快變中骨了 那你是比那個孫鵬還大三歲 對 這個大家都知道 所以你的機械可以用很久 你照顧著還多錢 我現在先想一下 不是 我先想一下 他之前有沒有用太多 我的體會 沒有 其實喔 其實像現在喔 我才說前幾年 我跟我老婆還是每天可以 做很久很久 每...就不休息的喔 然後就吃泡麵而已 有啊 聽說你大戰七天七夜 什麼才這樣 不是 我... 七天七夜是一天一次還是... 不是啦 都一直做這樣啦 那他想到 就很奇怪喔 一碰就... 好 再來 你怎麼會可以驕傲 是啊 那很奇怪 這很厲害耶 真的很厲害 那自己都... 那你有沒有生過一天 比如說七天七夜 那這七天七夜一天幾次 一天三次 以上 所以才泡麵沒有時間吃飯 就像打網咖一樣的時間 可是後來喔 一出房門然後下樓梯喔 就跪下去 兩腳 兩腳 真的有兩腳 你怎麼做到兩腳 有沒有軟腳過 七天七夜軟腳 那這樣喔 我告訴你喔 我們現在沒有這樣 下樓梯這樣 真的跪下去耶 真的有這麼... 不過老實說 不過老實說七天七夜 軟腳不丟人啊 不丟人啊 不丟人 你們曾經... 你們曾經最高的紀錄一天做幾次 王建民 三四次 差不多 只有三四次喔 年輕的時候我會來 有啦 會啦 你們現在才算年輕嗎 如果現在 五六三四次不可 三四次 你現在可能兩次 以前最高有到... 你們現在才三十出頭耶 現在如果... 如果有真正相愛的人 有女朋友的話 應該...狀況最好的時候 應該睡前可以來 起來可以來 兩次 睡前一次 對 那我大概 差不多再多加一次而已 因為現在 當然長青哥我覺得是特例 我覺得你可以戴眼鏡 也不是我覺得 我覺得以我們的狀況 就是現在我們快四十嘛 我們會去珍惜每一次 不會去胡來 就是每一次的過程 從調情到結束會去... 因為我們會比較嘛 因為我們真的感受出來 以前跟現在有差別 而且那個姿勢也不同啊 不會說一個姿勢到底嘛 對不對 你有多少姿勢 什麼 我孫蓬都不說 不是要 反正他會跟別人說不會跟我說 你自己要變一下 有時候喔 上上下下嘛 有時候要側側嘛 就是...就是那幾個姿勢 你有特別的嗎 可是有一個問題 特別...可以這樣嘛 怕甘露嗎 你... 什麼意思 他講... 打火爐 不是 長青哥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耶 你看你跟你老婆這麼相愛 那在這一方面也這麼的氣敬 可是60了 你覺得你還能做多久 對 其實你們就錯了 這個觀念絕對錯了 這種...這種東西一定要時常做 你不做就對了 對啊...就忘記了 越不做越忍 你喔 你不聽說 你如果不練就斷掉了 一定要常練 練得倒下來 我的意思是說 可是你的體力跟你的狀況 一定會慢慢慢慢不好啊 不會啊 我還一直保持得很好 你現在六十幾了 六四啊 六四還好 我還打球 打得很遠 我開球 開三百多位 一號目的 對 真的 厲害喔 我到現在都這樣耶 你怎麼...278沒有什麼耶 辛大哥 你不要生我 不是 我... 你現在你忍不住 不要為了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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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可以當面 不是 沒有...你不用問邢大哥 你問我們兩個就好 我們都覺得這是... 這是對我們來說 沒有 我跟你講真的 別人講我不太會相信 我真的不太會相信 如果是他來講 你看他 六七十幾了 這種人 沒有六七十六十幾 六十幾 六十幾 沒計較了啦 他的皮膚喔 好 不得了... 還有他唱歌那種聲音的那個 肺活量 你跟他計我計二十幾了 對 有那麼多嗎 說不太實力 你當時我很老的你啦 不是我說... 你差不多37歲了耶 這樣你計我30筒 30筒 要跟大家聊一聊 我們那個什麼 真的可以保養 有沒有練氣功 像蔣偉文都知道嘛 早上起來這個梳頭髮 一定要梳100次以上啊 因為那天我看到那個長青哥 他說他娶了小孩31歲老婆 然後他講說他刷舌他要梳這個 我看到我馬上 然後第二天就開始學刷舌胎 到現在已經有大概兩個禮拜左右 每天都刷 為什麼要刷舌胎 變得精神變很好 就晚上睡覺前 把舌胎刷得很乾淨 然後早上睡覺前 把他刷得很乾淨 舌胎就是舌頭嘛 他會有進去 行大哥 我問你 我有一個疑問 我一直很想問行大哥 阿打耶 像你這麼花以後 我哪有花 他本來就很花 你還不花 好 然後來 你說一個他還三批四批 真的厲害 那你是因為三批四批 所以才跟朱惠珍離婚的嗎 沒有...那絕對不是 我現在講的 所謂的三批四批 都是非常早的 我一十塊愛的時候 才有那個... 我一十塊愛的時候 真的 那時候就有三批四批了 有 三批四批 六批耶 那個時候像他們這麼紅的人 你沒有辦法想像 自己人會黏上來 對啊 對... 你最高紀錄批過幾個 大概四 五個大概有吧 同時 我在講同時喔 對啊 同時 同時才算比對啊 對 同一個時間 沒有啦 不是... 不是同一張床啦 只有同一個時間 同一張床 大概有三顆那種有啦 以前也滿流淺的 你也好像吻醬油耶 因為醬油在那裡 放三個在那裡 吻醬油 你當作沾醬 沾了就跑...這樣 講演藝醬 起碼可以唸出十個 口味... 口味比較好的就沾久一點就對了 等一下... 演藝圈你可以講出十個 我不好意思唸啦 真的 有沒有孫彭大哥 我不知道 孫彭我是... 跟他不同掛的 不是 今天怎麼能夠講孫彭呢 你怎麼樣把他排在100名以後 對不對 你有沒有你遺憾的戀情 比方說像朱惠真是其中之一嘛 他是你的第二任 我講我一輩子我有三個老婆嘛 我認為 我心中啊 我有三個老婆 第一個就是義工隊 沒有名分 我們不覺得名分是重要啦 你心裡面覺得是字 那才是重要啦 那個寫那個字那什麼屁用 那個沒有用的啊 我們也寫啊 我跟他也寫啊 寫有什麼用沒有用啊 第一個就是我剛剛講義工隊 你把他拚了 然後在砲台上面 那在一起多久 這個 那個義工隊三年 後來大概四 五年啊 我當兵都三年了嘛 這是你第一個老婆 對...這第一個 第二個呢 第二個就是 大家知道 朱惠真 你跟他離婚的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 我跟你講 這不是家家就是 本來不是要去註冊 兩個家有本難念的金 這樣說這樣就好 你們本來不是要去註冊了 後來... 有啊 我們都簽了啊 沒有去辦 後來出事了就沒有辦了 聽說你打他 那沒有啦 那他打你囉 也沒有啦 那個都亂講的 沒有啦 我們沒有所謂打架的這種 這些事情 沒有 不會這樣 我也 我其實我再氣... 我也不會去打女人 我是一個這樣的人 我不會去打女人 那為什麼分開 那我就講 兩個家都有難念的金嘛 就這樣子嘛 你那個難念的金 是不是你批了三批 然後他出不了 我講批三批 那是之前 之前的 那離距離認識她那還很久以前 那可能是家庭因素 雙方家庭因素 沒錯 兩個家庭的因素啦 就你跟朱小姐分開跟你 在外面劈腿一點關係 沒有...沒有任何關係 我跟她在一起的時候 沒有別的女朋友 一對一 真的...絕對沒有啦 這個我才知道 有可能 因為... 因為朱姐的個性 其實也是很強 也不是...也不是那個... 也不是... 我不會...我不會再去那個啦 因為我有比較清楚的對象 我剛剛講以前的所有的 那個是大家互相都認為是 就是大家都是玩遊戲就是這樣 奇怪 我覺得你們男生好像講到 譬如說同時我有幾個女朋友 好像感覺自己很有面子 這樣一樣這樣喔 對 就一樣的 為什麼呢 這有時候觀念的問題 有些人認為他的戰友欲 他的性格戰友欲比較強 所以你就是我的 你就是不能看別的任何一個 女孩子在哪 有些女孩子是這樣子 那像我現在的老婆就不是這樣子 我告訴你 如果他不是這種觀念 他不可能跟他結婚 他不會跟我結婚啦 不是我不可能跟他結婚 他...我以前啊 我以前潛水嘛 潛水我就要做高壓養你知道嗎 高壓養要家屬來牽制 那個因為進去有可能就扛出來 就再見 拜拜 那我不敢給家裡人知道 我就拜託他從台中來幫我牽制 我要去做高壓養 我有潛水膚病嘛 結果他來是由台中來 他為了要來假裝說未婚妻來牽制 然後他來 那來的時候 之前的晚上 我房間裡面有個妹妹 那不走啊 不走就在那邊 呱呱 就在我房間睡到天亮 那睡到天亮 當年拉鍊是一定在這邊的啦 拉鍊是固定的 然後呢 他來到飯店的樓下 他...我現在這個老婆啊 來到飯店的樓下 他...不可以跟他講 上面有女生 他就在餐廳等 他也沒有上去打擾我 可是早上是沒有什麼生意 Coffeehouse 沒有生意的 旁邊還有一桌 那個也是因為早上來 因為房間有一個 也在那邊等 也在那邊等 那同樣兩個女的都在那邊等 結果他們兩個就在那邊聊天 都知道樓上我有一個 有一個 就是那個拉鍊的那個 對 就兩個在那邊聊天啊 那普通一般人就是 身心就走了啊 你知道嗎 他們還可以在那邊聊天 那我太太的想法 因為你現在的老婆 那個時候不是你聊女朋友 那時候不是 對啊 是女朋友喔 是女朋友 但是我現在講的意思說 如果他... 他已經忍下來 他認為... 他認為朋友不要說結婚以前 結婚以後夫妻都要像同樣 我給你很大的壓力的時候 你不一定會信我 反而你反彈會更大 他是一種...這樣子的觀念 然後後來他覺得喔 他是覺得男人應該要... 要三妻四妾 代表他是個大家族 代表他是個圓萬一 他就是這樣的觀念啊 那是後來啦 那之前... 之前我剛剛講的那一段啊 他親眼就碰到還在聊啊 然後聊下來我... 我說要不然大家做那個吃飯 他又帶三個女的 結果那個也不好意思 樓上那個就...就走了 然後樓下在等的那個也走了 然後我就帶他去吃飯 也沒有... 沒有發生事情一樣 我告訴你這個有很大的... 有可能 因為他老婆見過 我後來我真的我... 我覺得這個女人太讓我珍惜了 我不是說這種事 所以我是說他的留就對了 所以這個是在出... 認識朱惠珍之前喔... 之前喔 然後碰到後來出了這個事以後 我心理壓力什麼各方面 我很大 可是我就覺得說 如果是像他這樣 我的家庭可能以後 不會有什麼的糾紛 他對我居然這麼的包容這麼的 所以我那個時候 就很盡全力的去... 那你娶了他以後有沒有再批 沒有 就沒有人 沒有啦 當然批不能讓他知道 沒有啦 沒有啦 這看我這樣 我跟他說真的不會啦 不會啦 不會包容太多了 女兒還對女兒會包容 那我絕對不相信說 真的很愛妳的女兒 願意接受這種事情 我們謝謝兩位大哥 來參加我們的節目 謝謝 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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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